约伯纪第30章 但现在年纪比我小的人都笑我 我不容许他们的父亲与我羊群的犬之为伴 他们的气力已经衰退了 他们两手的力量对我有什么益处呢 他们因穷乏与饥饿而消瘦 在黑夜荒废与荒凉之地咀嚼矿野的干草 他们在草丛中采摘咸草 以裸腾树根做食物 他们从人群中被赶出去 人追喊他们如追喊贼一样 以致他们住在荊下谷之中 在地洞和盐血之间 他们在草丛中间喊叫 在杂草之下集合起来 他们都是鱼丸人、下流人的子孙 被人鞭打逐出境外 现在他们一握为歌曲 我竟成了他们的笑柄 他们厌恶我 远远地离开我 又不住土唾沫在我脸上 因为神把我的弓弦松开 叫我受苦 他们就在我面前任意妄为 以我报名 在我右边兴起 推开我的脚 逐起灾难的路攻击我 他们拆毁了我的路 没有别人的帮助 也能毁灭我 他们闯进来如闯大破口 在废墟之中滚过来 惊骇临到我的身上 驱逐我的尊严如风吹一般 我的好景像云一样过去 现在 我的心伤痛 有如到了出来 苦难的日子把我抓住 夜间痛苦刺透我的骨头 疼痛不止 不住地咀嚼我 我的衣服 因神的大力变了形 他的大力 如外衣的领口把我竖紧 神把我扔在泥中 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 神啊 我向你呼求 你却不应允我 我站起来 你也不理我 你变成待我残忍 用你大能的手迫害我 你把我提到风中 使我被风刮去 使我在暴风中消散 我知道你必使我归回死地 归到那位众生锁定的阴宅 然而 人跌倒 怎会不伸手 人遇灾祸 怎会不呼救呢 艰难过日的 我不是为他爱哭 贫穷的 我不是为他忧愁吗 我希望得福了 灾祸就来了 我等候光明 幽暗就到了 我的心肠沸腾不安 痛苦的日子临到我 我四处行走 全身发黑 并不是因为日晒 我在会中站着呼求 我与野狗为兄弟 又与鸵鸟做同伴 我的皮肤发黑脱落 我的骨头阴热发烧 所以 我的琴音变为哀音 我的销声变为哭声 中文字幕材料宓 中文字幕采访者 Wei 宝费 中文字幕采访者 李宗兰